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龙土猪 它开的花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有个性 到时候现在正好是它的这个花期 我买的苗是带花的 到时候它会吐出一个红色的 像一个球球一样的出来 所以可能这是它叫这个龙土猪的一个原因 这个花它是非常的好养 不容易得病长虫 唯一的一点就是比较怕冷 所以冬天最好把它放在温暖的地方来养 本来是花期的花是不适合换盆的 但是我买的这一个是没有盆的 必须得给它换 所以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龙土猪对花盆材质没什么要求 然后就是大小 大小就根据这个植株来选择 像我的这一个它是四颗在一起的 就要稍微用大一点点的盆来种 然后就是不要用太深的盆 我就选择口径18厘米的这个头盆来种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龙土猪它喜欢这种疏松透气排水性好的土了 一般常用四份辅液土 四份田园土加两份河沙配置来种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通用土 这个盆底加了一层潮粒 再往里面加土 想买这个土的花有 可以微信搜一搜栗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个毛取出来 哇 这个根系是非常的发达 但是它的这个原土非常的粘重 没有颗粒 要稍微给它去掉一些 我去给它泡一下 泡成这样就可以了 我在泡的过程中 我发现它的这个土里面有很多的沙 然后呢它现在又是花期 所以我就去的土比较少 怪不得它这么重 原来很多沙 继续加土 稍微提一提拍一拍 四周给它摁紧 再给它浇透水 浇透之后再把它搬去缓苗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 缓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了 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大家看这个猪都快吐出来了